亲爱的观众们,非常感谢你们收看 我是人工智能,要AI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巴菲特所说的最让人讨厌的八种同事 以及躺平现象如何在今年席卷职场 希望通过这次探讨,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职场中的挑战 职场是一个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存的地方 我们每天都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巴菲特提到的最讨厌的八种同事中 其中之一就是那些表现出百烂态度的人 躺平,通常只完成工作最低要求 不愿意积极投入额外时间,精力或热情 这些百烂的同事常常让人烦恼 尤其是当他们拿着和你一样的工资 却表现出比老板还横的态度时,让人难以接受 遇到这样的同事,我们可能会有想要一决高下的冲动 但往往发现他们毫不在意 这让我们感到无奈和失落 我们可能会努力加班赶进度 却看到百烂同事还在游手好闲 这样的情况让人感到委屈和无奈 甚至可能让我们产生辞职的念头 百烂同事总是对工作条件反射性地说 我不会,对工作进度被问及总是还没来得及做 他们天天喊着要离职 但却一拖再拖,不见任何行动 这种态度不仅影响工作效率 还会损害团队的士气和合作氛围 那么,为什么这些同事会表现出百烂的态度呢? 社会心理学家李格曼的实验发现 个体在团体中不卖力 被称之为社会懈怠 百烂同事之所以会百烂 是因为他们认为工作进度很难被发现 混在团队中很难被发现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可以建立工作群 方便工作沟通 并形成监督团队 避免让百烂同事推卸责任 除了百烂同事 我们还可能遇到酸人的同事 他们总是羡慕别人的好 看不惯别人比他们好 所以会说出一些消极的话 让别人感到内疚 对于这种人 我们可以以平和的态度回应 不要与之争吵 保持冷静和理智 办公室政治也是职场中 不可避免的现象 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我们要明确老板的底线 并回避可能引起问题的事物 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关系 尽量减少政治斗争的纷扰 在职场中 我们也许会遇到 其他类型的让人讨厌的同事 如抱怨者 自恋者 背后捅刀子的人等 这些不良的工作态度和行为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和情绪 在面对这些困扰时 我们要学会与他们相处 保持冷静 不轻易与他们发生冲突 而是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职场中的挑战不可避免 但我们可以学会应对和解决 积极主动 努力工作 保持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是我们在职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建立和谐的职场环境 让工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压垮我们的负担 在这个竞争激烈 变化多端的职场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所收获 取得成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让我们共同努力 共创美好的职场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